第四十一集 雨还要稀稀里里下一阵子 黄昏不到天就暗下来 老陈找了一个宽敞点的码头 停下船 石阶正对着一家低矮的老房子 门头上挂着一块牌子 康熙玉燕房 这一路走过来 稍微像样点的市镇上 都能找出几家玉子头的招牌 有管吃的 有管喝的 有管住的 有管玩的 分不清真假 南巡的皇帝太多了 站在铺子里面的小二 脸隐在暗处 隔着雨帘对着他们喊 康熙爷做过的地方 给大人们留着呢 小部罗要看看 康熙爷坐过的地方是啥样 一干人就进了御燕房 跟冰雹和大雨战斗了半天 老陈一家都累了 三个男人行船 陈婆从船上往下刮水 卧舱里全都进了水 也累得腰酸背腾 要不是孙过程和少长来 他们搭把手 够陈婆干到半夜的 现在船里水汽太重 小波罗先生和谢先生 先找家客栈住一宿 我们几个就在船上 凑合一晚上 好 但现在吃饭要尽 我们走 于是小波罗带着一号人 进了御燕房 开口就先给大家 要了十来碗姜茶 驱失寒 杨大人光临 老板叼儿叼儿过来 亲自泡汤 他把中间靠里的两桌人 赶到旁边 空下来给小波罗他们坐 谢平尧 转达小波罗的意思给老板 老板 这么干不妥啊 有什么不妥 这里我说了算 安顿好后 老板付到谢平尧耳边问 您跟杨大人 谁对着前面的空桌子坐 那张空桌子 就是当年康熙爷坐的 那个位置 被一圈红带子围起来 桌腿上拴着红绸子 康熙爷面南背背 坐在中间位置 他们俩谁对着前面空桌子坐 谁就是面对了康熙爷坐 这位置好啊 当官的坐了连升三级 经商的坐了裁员滚滚 咱们都是大清国的 我当然还是希望 咱自己人坐 警谢不免 还是让杨大人坐吧 谢平尧想想都深得慌 管子里所有的灯竹都点上了 还是有点啊 这要坐过去 一抬头再看见先皇 在昏暗中也拿起了筷子 这饭哪里还吃得下呀 他跟小波罗说 坐这里 你就等于跟康熙皇帝一同进餐了 吃的也是玉宴 小波罗高高兴兴坐到了 康熙对面的位置上 这顿饭最忙的有俩人 首先一个是小波罗 他就忙着吃 南洋镇在微山湖里 一流狭长的小岛 运河穿城而过 靠水吃水 一是吃过往的船只 以食住行 你总得有所花销 二是名副其实的吃水 一桌子上来 大部分是狐仙 预烟房的老板夸耀 前两年大半个国家 汗得口干舌燥 吃了上顿没下顿 大南洋镇都衣食丰足 微山湖水的确是下降了不少 不少地方干了个底朝天 但谁汗鱼都不汗 水深的地方一网子下去 也是满满当当 到处饿瓢满地 南洋镇人依然白白胖胖 两满鱼汤下肚 两个腮帮子就跟抹了胭脂一样好看 所以老板跟小波罗说 南洋镇的鱼一定要吃 小波罗就忙着吃鱼 吃各种鱼肉和各种鱼汤 意大利人很少吃淡水鱼 小波罗不管来者不拒 但他吃鱼的技术实在不敢恭维 小心翼翼地挑着鱼刺 吃得既敬业又辛苦 脑门上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热气 吃几口鱼喝一口烧酒 因为老板告诉小波罗 水深鱼寒烧酒暖胃 鱼配酒才阴阳调和 每次喝酒 小波罗都要冲着对面的空桌子 举起杯 跟看不见的康熙爷碰一下 Cheers 另一个盲人是孙过成 馆子里人多嘴杂 看到洋人时眼神总有点怪怪的 北方不比南方 前两年义和全闹的北中国想开了锅时 南半个中国约定东南互保 不操那份闲心 老百姓的仇洋情绪 没有被真正激发出来 洋人就算半夜里走黑路 大半也都安全的 过了淮河不一样 他把脚放在脚边合适的位置 以确保一刀剁到刀尖上时 刀尾立马弹跳至手边 小波罗在他大刀的保护范围内 因为盲鱼眼观六路 只能带着安全的间隙猛塞两口 差点把自己噎着 晚饭快结束时 他发现两个年轻人总往这边瞟 一旦撞上他的目光 两个人立刻装作无心的聊天 他们的坐姿和举手投足藏着力道 人是绷着的 不像其他时刻 松松垮垮地坐在凳子上 一身的酸肉 孙过程越发觉得此二人可疑 头脑里迅速地把可能的情况 都转了一下 那两个人站起身 对柜台后面打算盘的老板抱了个拳 走了 两人穿一样的圆口厚底黑布鞋 脚步起落肩暗含一股谈力 吃好后 小波罗打过了几个阁 少常来去结账 顺便把老陈一家也请了 少常来把找灵装进自己缝制的 专用公款钱袋子里 站在柜台前继续向老板打听镇上 可有上好的客栈 从门外进来三个人 其中两个正是两代烟之前 刚走出去的年轻人 区别的是 这一次他们配了官家的腰刀 第三个人四十多岁模样 一身官服 带着披散着红碎色的梁帽 孙过程蹭地站起来 刀提到手上 却见那两个年轻人对他抱抱拳 唯唯一笑 穿官服戴梁帽的是南洋守备的下属 奉命特来邀请杨大人到守备府上一叙 去了守备府 等于跟官家扯上了关系 孙过程 孙过程心里没底 争求谢平遥的意见 谢平遥在衙门里待过多年 深知那一套繁复的程序 他更希望此行深居捡出自由利索 但戴梁帽的官员 从马蹄袖里伸出两只白胖的手 冲谢平遥抱拳 对不起 杨大人可能必须得去 谢平遥看看小波罗 小波罗总肩瘫首 为什么不呢 守备邀请多有面子 守备可是个无品官 挺大的 小波罗更开心了 一路上都在换算大清朝的无品官 在意大利可能处在哪个职位 孙过程贴在谢平遥身边 问要不要跟随 谢平遥明白他的顾忌 曾经的议和拳身份 此时说小也小 说大也大 放心 有我在 你就在 这句话 让孙过程感动了一辈子 守备抚不远 或者说 整个南阳镇就不大 沿河边的石板路 一直走 经过各种点着灯火的店铺商行 雨早停了 河道里来往着大小船只 吹烟 吆喝声 叫卖声四起 新鲜的鱼虾和蔬菜摆在店前 船头和码头石街上 做生意的人拎着一盏防风的小马灯 他们不要撑 用手颠定金两 差不多就行 整个南阳镇就像一个喧闹的夜市 他们在金点当铺前拐个弯 再走三百步 两个石狮子坐在守备抚珠虹的大门前 发出水淋淋有黑的光 可能陷于岛屿的面积 守备抚没想象的大 进门就是砖石行道 院墙边上传来很多匹马的私密 雨后的夜晚依然弥漫着马骚味 为什么府衙的格局都差不多 进来就听到马叫 看见拴马装 戴梁帽的解释 公感方便 骑上马就可以出门 砖石路右拐 进入长廊 长廊尽头 就是守备大人的接待室 一路点着防风的照灯 守备大人身材魁梧 一身便服 站在门口迎接 接待室 灯火通明 守备和小波罗 坐在上手两把太师椅上 谢平遥和守备戴梁帽的下属 坐下手 孙过程和那两个侍卫 站在门外 守备留着两撇 墨烧上翘的胡子 他问小波罗喝什么 有酒 咖啡和茶 守备府里竟然有咖啡 小波罗和谢平遥都惊讶 守备大人呵呵地笑 南洋虽小 南来北往的 却是全世界的人呢 每人留下一点东西 操办个万国博览会 应该问题不大 小波罗要喝茶 因为守备大人说 是古语时采制的太平喉魁 前几天刚运到的 丫鬟泡好茶端上来 味道果然不俗 开始只闲聊 贵国人民生活如何 来中国有何贵干 是否习惯 感觉可好等等 说话时 守备不停地转动右手大拇指上 翠绿色的球角扳指 他左手的无名指上 戴着香了血红玛瑙的戒指 丫鬟泡又上来添水 脸部轻移 从裙子里偶尔露出小小的脚尖 守备大人问他还有什么疑惑 小波罗就问起了女人的小脚 咱们这里女人的脚非要锅吗 要锅 守备大人说着 大拌指转得更快了 两个脚尖也跟着有节奏的抖 女人双脚要解放出来 人会变得强壮 男人已经很强壮了 强壮的女人要跟他们联合起来 就会对朝廷造成威胁 守备大人停下转扳指 侧侧身子对着北方抱起了拳 谢平遥先笑起来 小波罗跟着也笑起来 然后守备大人和下属也笑了 孙过程伸头往里看 正看见守备大人笑得拍起了茶几 太平侯奎茶水从茶碗里溅出来 站在对面门旁的一个侍卫 板着脸咳嗽一声 孙过程把脑袋缩了回去 查过三巡 守备入了正体 先夸奖坐下陪同的刘大人 幸亏刘大人布置的眼线好使 要不就错过了一件大事 这是本官应当的 上头有令 守备大人又侧身抱一下拳 据击突经本省的外国有人 一律登记在册 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位迪马克先生肯定也清楚 这两年 全匪闹得凶 伤害了不少无辜的民众 也殃及了部分外国有人 对此我们深感惭愧 朝廷皇上和太后也恼火得很 所以上头则令 务必保证洋人的身家安全 我天朝 洋洋大国 朗朗乾坤 如果连诸位有人的安全都保证不了 岂非烟面扫地啊 邀请迪马克先生来匹府小座 即是吃会一生 在本府辖区内 尔等安危万无一时 尽管放心吃 放心睡 放心玩 有什么需要 着刘大人拆办即可 是不是 刘大人 随时听候大人和迪马克先生吩咐 非旨远效全马之劳 这正是南洋和微商湖的好时候啊 刘大人 明天方便了 可带迪马克先生他们走一走看一看 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魁心队 魁心阁 文公祠 大宇庙 二爷庙 杨家牌坊 皆有可观者 因为地处曹运要塞 先皇康熙爷 乾隆爷下江南 也多次京廷本地 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遗迹 玉宴房 你们吃过了 还有皇宫所 皇粮殿 咱们乾隆爷 雅姓飞扬 还给马家殿 玉碧提了匾额 他老人家跨过的门槛还在 你们也可以去瞻仰瞻仰吧 迪马克先生 还有什么需求 尽管提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和传奇 多人有声剧 北上 作者徐泽晨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四十二集 手背的语速很慢 但小波罗听不懂 总跑神 又得硬着头皮坐着 没事干 他喝完茶水 就从茶碗里捞出太平喉盔 细长的叶子 一片片铺盏到茶几上 待谢平遥 把手背的一长串话翻译过来 最后一片茶叶 也妥贴的摊平整了 小波罗把摊平的第一片茶叶 粘起来 谢谢 没什么需求 不过 要是能有点太平后馈的话 就更完美了 好吧 刘大人 明天给迪玛克新手 弄两斤带上 回大人 咱们整个手背符也就不足一斤呢 让他们去买吗 回大人 此茶原名太平监茶 产量极底 有钱也难买 咱们手背符 只有大人才喝得上 今天占了杨先生的光 杯子也是头一次尝到味 果然是好啊 这洋人 口味挺刁啊 说着 手背又赚起了班纸 没关系 刘二两代客 其他的都给他 我就不信了 咱们大清国 地大物博 起片茶叶也种不出来了 给他 茶叙结束 手背大人休息 由刘大人带着小波罗和谢平尧去客栈 手背符已经给安排好了住处 这也是保证安全的环节之一 小波罗和谢平尧被刘大人直接领去客栈 让孙过程去船上取相关行李 我的怪账 别忘了待上 小波罗先生 今晚上我住哪啊 我要是陪着你们 好顺便拿件换洗衣服呀 刘大人 您看 好 客栈 三间房 这一晚开头 孙过程睡得挺香 后半夜折腾了很久才睡着 半夜起来去茅房 开门吓一跳 门旁贴墙站一个人 那人正站着打瞌睡 后脑勺一下一下地磕墙 被开门声惊醒 也吓了一跳 一个士兵 再往旁边看 还有一个士兵 看明白了 他们在保卫小波罗 小波罗住在他和谢平尧中间 所以两个士兵 一个站在他和小波罗的房门之间 一个守在小波罗和谢平尧房门之间 尽管他知道没他什么事 内心里还是犯嘀咕 茶叙使手被说到权匪 他心里头就咯噔一下 世事多变 波绝云鬼 谁能知道 去年上半年 义和拳还在被镇压 年终就成了朝廷暗中结盟和利勇的对象 到了年底和现在 娘人的腰杆又停起来了 义和拳被迫解散 又成了罪人 据说不少地方官府 在强硬的通缉去过北京的全民 消息纷纭 孙过程也搞不清楚真假 不得不悬着一颗心 从茅房回来 孙过程在黑暗里睁了一两个时辰的眼 想到他和哥哥短暂的义和拳生涯 想到哥哥孙过路 如果孙过路在他们离开青江谱后 就被抛尸荒野 那现在他的白骨已经暴晒在太阳底下很多天了 孙过程掐着指头算了算 再过些天就是哥哥生日 他死后的第一个生日叫明大 天快亮时他才在门口那哥们后脑勺的撞墙声里睡着了 第二天他和两个士兵就熟了 高个的姓鲁矮个的姓钱 南洋不大 但边边角角都看一遍 两天还差点没够 刘大人尽职尽责 大部分时间都亲自陪同 因此走到哪儿都有人伺候 不管什么馆子坐到就吃 吃完推开饭碗磨磨嘴就走 孙过程和士兵鲁士兵钱只要不掉队即可 刘大人的官服是最好的保护 行人和看客远远就避开了 士兵鲁和士兵钱跟孙过程年纪相仿 话多 尤其小钱 没话也能扯半天 孙过程抱着胳膊不吭声 跟在一边听也觉得这世界很美好 凡事喜气洋洋 他们三个后边跟着少长来和大小陈 难得来这里都跟着转转 老陈两口子留下来守船 他们说一把年纪该看的都看了 不该看的看了也没用 日子难过 好奇心都被生活榨干了 就这么逛了两天 第三天一早起程 船划到客栈附近的码头揭晓波罗他们之前 老陈两口子赶早去了一趟龙王庙 两个人虔诚恭敬地给龙王各磕了三个响头 从供案上取下签筒 每人摇出一筑签 两口子摇出的是同一筑签 远行无鱼 一帆风顺 对跑船人来说 还有比这更好的签吗 一大早的码头就热闹 有家孩子坐满月 几个大人在附近奔走 找卖鸡蛋呢 当地的风俗 满月这天要给舅舅家送鸡蛋 看放在岸上红旗波罗的大木箱 总得有六百个鸡蛋才能装满 老陈站在船尾 威武地向送行的刘大人挥手 旁边站着陈婆和少长来 大小陈在准备开船 小波罗 谢平遥和孙过程 站在甲板上告别 他们船后还牵着一条乌鹏船 士兵鲁和士兵前 受命护卫他们一程 穿过南洋湖 往上走是济宁 一路安 只在每天午后到黄昏之间有雷声 偶尔落一阵雨 雨无防 船下泱泱大水 船上那点水算不了什么 怕就怕风 天热起来 水上的风就无常 说来就来 刮起来据说能要人命 小波罗他们在甲板上闲坐 经常听见士兵鲁和士兵前大喊 注意沉船 老陈父子一听就腰杆挺直 专心转舵条番 小波罗赶紧拿相机 对着那些倒卧潜水和岸边的船骸拍照 孙国城算了一下 从南阳镇到济宁 一共遇到十二艘沉船 都是大家伙 小的早被波浪冲散 顺水飘走了 那些沉默的船只触目惊心 露出水面的龙骨和折断的围墙 风吹日晒之后 像极了人的白骨 看得出士兵鲁和士兵前 常在这条道上走有经验 他们建议 只在靠近镇子的大码头 停靠休息 用餐和游玩 小码头就算了 第三天中午经过一个村庄 小波罗坐得从屁股到肩膀 半个身子都麻了 想上岸活动活动 顺便到村里看看 士兵鲁和士兵前认为不合适 如果非要上岸 最好过了村庄再说 想看多久看多久 小波罗不高兴 觉得他们敏感过头了 但又不好发作 人家是来保护自己的 这个面子得给 他就在遮阳伞下的椅子上 四仰八叉地躺着 吹着和风竟然睡着了 突然什么东西砸到左腿膝盖上 钻心之痛 随即听到噼噼啪啪的击大声 他睁开眼往天上看 还以为又下了更大的冰雹 烈日当空 只在远处有一片深色的云 然后他就听到整个岸上都在怒吼着滚开滚开 夏日午后 正是困倦最深重的时候 除了开船的大臣 其他人都在睡觉 谢平遥躺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 少长来歪靠着一袋米睡着了 孙过程在士兵鲁和士兵前的小船上谈接下来的安全交接问题 到了几宁 他们俩的任务就结束了 后续的安保任务 由几宁相关方面接受 是否一直有官方出面 护送到北京 士兵鲁和士兵前也不知道 他们得到的信息是 在山东境内 务必保证洋朋友的安全 他们三个人给乌鹏船临时架起一面小番 以保证跟着乌船不拖后腿 然后就坐到舱内的阴凉地里聊起来 越聊越困 三个人各自支着下巴也睡着了 石块砸船的声音惊动了他们 三个人蹭地站起来 拎刀出了船舱 每个人脑袋都撞上了棚顶 正经过一个村庄 一群半大的少年突然冒出来 往船上扔石块 左手里的石块扔过来 右手里还有 两手都扔完了 后面有小一点的孩子给他们递 小波罗拖着伤痛的左腿往卧舱里跑 进舱房之前屁股上又中了一块 好在屁股肥大 肉哆嗦一下就过去了 船加速也没法比岸上的孩子们走得更快 只要石块充足 他们可以跟着一路扔下去 小船上的三个人迅速分了工 孙过程拉紧绳索 让小船靠近大船 一个箭步跳上去 他的任务是贴身保护好小波罗 这群少年问题不大 怕其后有更大的来头 士兵鲁和士兵前提着刀跳进水里 向岸边游 孩子们一看两个大人过来 嗷嗷嗷怪叫几声 撕散逃开了 伤了小波罗膝盖 砸坏了几张窗户纸 问题都不大 一个时辰过去 没任何后续麻烦 说明是偶然事件 正因为他的偶然 意味着此地排阳的普遍性 他们来到了义和泉活动的核心地区 得小心了 但小波罗对灭阳的认知 基本停留在道听途说的抽象层面 只揉着瘀青的膝盖 骂几句娘 没太往心里去 恐惧离他还很远 不过他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要提高自我防卫意识 左轮手枪不再离身 从这个下午开始 一直到他躺倒了起不来 手枪都不离左右 此后小波罗就穿一条肥大的马裤 白天装裤兜里 睡觉时就放枕头底下 本来使使劲 当天晚上可以到几年 半路因为一场野味耽搁了 乌船经过一片芦苇荡 芦苇丛里忽然哗啦一阵巨响 一大片芦苇跟着动荡不止 小波罗本能地从兜里掏出枪 一只肥瘦的野鸡冲天往上飞 翅膀在阳光的照耀下 发出无彩的光 小波罗的枪响了 没打中 按他的说法 被一道彩光硬花了眼 但那一枪经起了几十只野鸡野鸭 扑冷冷乱飞 这倒提醒了小波罗 他还有感裂枪 从南到北大中国走完了一半 一枪没放过 有点亏 想到猎枪 嘴也跟着馋 水里游的在南洋能吃的都吃了 轮到天上飞的 他让谢平尧跟老陈说 找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 他要大干一场 谢平尧提醒他 这是野外 上次他们俩在淮安 就是在芦苇荡里 被孙国成他们抓走的 你膝盖肿还都没消呢 放心 除了来往的船只 谁往这里跑 他现在不是跟咱们一伙了吗 小波罗指着听见枪响 警惕地跳过来的孙国成 弄得孙国成很不好意思 其实他也不赞成停下来打猎 安全第一 凡事都全安全 一直赶落算了 还看什么运河 这都不需要来中国 待在家里最安全 少长来也担心 小波罗打了一堆野贝 他处理不了 因为他从来没弄过野鸡野羊 于是凑过来直指士兵卤和士兵钱 这两个兄弟到几年 明天还要返回呢 那更要搭下来机制了 正好给他们送行 干血一下 今晚咱们就在这穿上 喝两粥 小波罗认死理了 几个人想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随他去吧 第十届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 《北上》 作者 徐泽臣 制作 蓝星格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四十三集 船停在卢尾档边 小波罗抱着枪 站在甲板上严阵以待 孙过程跟士兵卢和士兵钱 划着小船 巧声钻进卢尾档 带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突然挥起船桢 船高和刀鞘击到卢尾桢 同时大叫 反正能弄出多大动静 就弄出多大动静 潜伏在卢尾间的野鸡 野鸭和各种飞鸟 受惊之后瞬间飞起 小波罗对着某只 或者一群开了枪 这一片卢尾惊动完 换下一片 然后继续往前走 找新的一片 飞飞的野鸡野鸭 和叫不出名的大鸟 一共打下来十二只 小波罗的枪法算给了自己面子 黄昏降临 船继续走 宰杀的任务交给少长来和陈婆 他们到最近的一个镇子的码头停下来 吃晚饭和休息 这个晚上十个人不分亲书尊碑 在甲板上坐成一圈 酒杯端在手里 以免河水荡漾洒洒了出去 野味分红烧 麻辣 白斩和火烤四种 喝了四斤烧酒 酒是在码头的铺子里临时买的 开始喝的还很拘谨 每个人三两酒下肚就放开了 老陈开始教小波罗划拳 除了陈婆和孙过成 其他人都喝了不少 陈婆是女的 酒量本来就浅 还要收拾残局 一死一下就算了 孙过成酒量不错 但他时刻提醒自己 保护小波罗是第一药物 所以喝的节制 谢平遥是不喝正好 一喝就醉 那天晚上也高兴 一杯接着一杯 自己如何回的卧舱 躺到床上 完全不知道 士兵鲁和士兵前年轻 怎么喝都清醒 这也好 他们得和孙过成一样 耳目警醒 小波罗不是他们 见过的第一个洋人 却是接触最多的一个 传说中凶神恶煞 瞅中国人的金 扒中国人的皮的家伙 竟能如此亲和 饭局结束时 他俩激动地 给杨大人磕了一个头 这是对大人的规矩 小波罗也坚持 照中国的礼数 每人打了赏钱 第二天 他们睡到了半上午才行 夜里蚊子成群地扑上身 一点感觉没有 起床后 在身上摸到了 层层叠叠的小疙瘩 他们其实就是 小波罗和谢平遥 别人已经起床多时了 不过起来也没事 除了每天早上 例行的那些 比平常多做不了 哪怕一件事 因为天不好 北边半个天 都像漠染过的 黑暗 缓慢地向这边推进 缓慢地 紧于不动 没有风 码头上的树梢 门丝不动 饭再大 也等于摆设 等小波罗和谢平遥 起床 大臣和小臣 开始划船离开码头 慢悠悠往济宁走 快到济宁 突然起了大风 因为顶着风走 反还是用不上 任哥俩如何使劲 孙过程跟士兵卢 和士兵钱都用上了 还是没法让船 前进一尺 不仅没进 还被风吹得倒退 大臣赶紧靠边落毛 免得一不小心被吹翻 等会儿风小了 他们起锚 继续划船往前挪 刚走一小段 风再起 船又倒退着停下来 机场封之后 船没怎么挪窝 乌云被吹到了头顶上 铜钱大的雨点 扭曲着扎到船上 乒乒乓乓响响 像几百挂鞭炮 同时在放 十个人都缩进舱里 大半个时辰后 雨点变成肚大的了 小尘出门往河里撒尿 半个身子湿淋淋地回来了 说风向变了 应该是扯翻的好时候 耶撒就穿戴好缩衣 戴上斗笠 到雨里拉起毛 升起翻 解开拴在河边柳树上的缆绳 掌舵 划船 起步之后 果然速度不错 好风凭借力 他们终于在电闪雷鸣 和又一场大风雨之前 赶到了济宁 码头满了 挤满了各式船 一眼望去 全是围墙 屋檐和棚顶 船与船之间 完全看不见水 插根针进去都不容易 码头上铁柱的震水兽 两只龙的子孙趴在岸边两百年了 两百年里他们也没见过哪一天搏了这么多船 上走下行都慌慌张张地停靠这里 不敢动了 老陈只好跟小波罗 谢平尧商量起来 咱们把船停靠在距离大码头几百丈之外的一个小码头吧 那地方靠近运河的一条支岔 好在地方宽敞 我们这么大船 可以匆匆融融地搏进去 全安顿下来 早过了商务 午饭都没雇上吃 两顿便一顿 反正落着雨 哪里也去不了 早晚都不重要了 士兵鲁和士兵前今天肯定回不去 索性再待一天 明天请好了 把小波罗一行交接给几宁的衙门 此行顺利结束 孙过程别有心事 今天是哥哥生日 孙过路多半已经不在了 他想找个馆子给哥哥加几筷子菜 敬两杯酒 私下里他跟谢平尧请假 我想抽空离开一会儿 给我哥买点韭菜 祭奠一下 正好小鲁和小钱都在 小波罗先生不会有意外的 你可以在船上操办这个仪式 诶 明诞是白事 不吉利 离船越远越好 别给大家添晦气 嗯 也是 干一行 敬一行的规矩 这些钱你拿着 务必带我和小波罗表达一番心意 简单吃过午饭 孙过程想下船 大鱼把他堵住了 船剧烈摇晃起来 舱外有大风和雷电 他们开始关在各自的舱房 后来自然地聚到一起 这种极端的天气极少见到 恐惧让他们只有看见互相的脸 才能稍稍有所缓解 天黑的如在深夜 只有闪电出现的一瞬间 才能让人想起 这还是白天 孙过程把窗户打开一条缝 足以瞥见雪白和幽蓝的闪电 垂天而降 雪白的像一柄突然分叉的长剑 游蓝如大树纠缠的根须 一把抓住半个天空 而风雨抓住这一条窗户缝 及时地像刀片一样切进来 孙过程觉得半张脸猛得一凉 船继续颠档 每一次大风刮来 呼船从桅杆顶端到龙骨 到整个船体都震颤不已 大风简直要把船撕成碎片 小波罗把茶碗抱在怀里 免得滑下桌面 雷声响起 他感到茶碗也跟着嗡嗡地响 风把船吹得横过来 紧紧地贴在码头边的木栏杆上 风暴如此酷烈 老陈一家开始还担心船只受损 后来担心被另一种恐惧和孤独感取代 在这个电闪雷鸣风雨漫天的世界里 他们逐渐觉得仿佛置身荒岛 打开门再也不会见到第十一个人 也再回不到那个车水马龙繁华祥和的世界 胆子最小的不是陈婆 而是邵常来 他忍不住要抱怨老陈 没有把船停在那个热闹的大码头 不过大风止息后 他又及时地向老陈道歉 庆幸他们站了这个宽敞的小码头 大码头上的船只 因为停靠过于密集 拥挤互相冲撞 一半船只都被对方撞坏了 大风止息时 已近傍晚 船终于安稳 雷电也消停下来 天一点点清凉 恢复了阴天傍晚该有的样子 雨小了一些 还在下 大家提到嗓子眼的心落下来 长舒一口气 孙过程撑把油纸伞上了岸 他打算先去一处废弃的粮仓门口 给哥哥捎两刀纸 然后去看那家叫喜香缝的小馆子 还在不在 他和哥哥去年曾在那里吃过饭 如果在 他就点几个哥哥爱吃的菜 要一壶酒 他要给哥哥送行 那粮仓也是兄弟俩待过的地方 吉宁是曹运最重要的几处中转站之一 烟运河布满了大小粮仓 大的是棺仓 装草粮 小的多为私营 辗转倒卖粮食 赚点小钱 去年 他们哥俩为了汇入义和泉的大部队 跟着东平的一帮弟兄东奔西跑 来过几年 在离太白楼不远的一处废弃粮仓住了十来天 休养生息 等待机遇之外 也招纳了各地流窜到此的一干江湖兄弟 队伍一下子壮大不少 然后众兄弟一同折身北上 经直礼过天津 曲曲折折到了北京 因为大雨 运河水暴涨 眼见着波浪爬上湖泊 大一点的浪头都能见上角面 河堤泥宁不堪 孙过程在一家丧葬店买了十刀烧纸抱在怀里 静止往粮仓走 路边的店铺比去年多了一些 吉宁正从大旱和饥荒里慢慢缓过神来 满麻烧饼店刚出一炉新饼 饼箱味穿过水淋淋的街道 一直送到孙过程的鼻子里 去年他和哥哥经过这里 正鸡肠碌碌 哥哥买了三个 自己吃了一个 他吃了两个 他把落在手心里的几粒芝麻都舔干净了 孙过程到路对面买了三个 这一次他要分两个给哥哥 自己只吃一个 粮仓还在依然废弃 烂了半截的板门斜吊在门框上 粮仓里黑灯瞎火 远远就能闻到粘稠的湿霉味 如果没有雨声 在点燃火纸的地方 孙过程一定能听见昏暗的粮仓里 老鼠成群结队追逐嬉闹的声音 还有蟑螂和其他不胜鼠的巢虫 孙过程在粮仓前的槐树底下点起火 树冠帮他遮住了雨 石刀纸燃起来 祸事相当壮观 火焰直往树冠上飞 受潮的火纸发出的浓烟也相当可观 孙过程被熏得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 咳嗽起来 除了他的咳嗽声 他还听到陌生的咳嗽声 很快听见有人踩着泥水 从身后走来 一个人高马大的年轻人 没打伞也没带斗笠 年轻人拉着一张黑脸 你谁啊 跑这地方来烧纸 上坟找错地方了吧 孙过程没理他 喂 说你呢 年轻人一脚踩到了几张没烧到的火纸上 孙过程抓住那人的脚脖子 只一拉 小伙子一屁股摔倒在泥水里 张叔 张叔 川木哥 有人起屁了 有人起屁了 这小子是山东口音啊 怎么知道东北黑化啊 在北京的时候 孙过程认识几个东北来的全民 他们把闹事叫起屁 这时从暗黑的粮仓里走出来两个男人 牛子 听他了 他跑我们地盘上烧纸 他还打我 孙过程还蹲着 用路边捡到的树枝扒了火纸 背对身后的人说 贾兄生日 麻烦各位 请多包涵 一个生日你烧什么纸啊 贾兄命短 不在了 那也不行 赶紧 孙子 人死为大 这位兄弟 你先烧 烧完了说 赵叔 他还打我呢 闭嘴 赵家赶紧衣服换上 孙过程没起身 也没抬头 直到把所有的火纸都烧完 小伙子踢踢踏踏去换衣服了 张群和双木哥抱着胳膊 一直站在孙过程身后的雨地里 直到他把所有火纸都烧完 孙过程面对一大堆灰烬跪下 哥 过程 拜送你走好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四十四集 孙过程烧完纸站起身 年轻人口中的张叔 终于看清了他的样貌 你 你看我是谁啊 张叔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往前走的槐树底下 直指孙过程又直指自己 孙过程凑上去看那张黑脸 惊到 张群 张群 张群咧嘴笑起来 张开双臂抱住孙过程 哎呦 我一看见这家短袖粗布汉山 我就猜可能是你 我一看见这家短袖粗布汉山 是 过路兄弟他 嗯 哎呦 牛子 点灯 知道了 兄弟 别怪老哥说话不好听 这世道 活着真他娘的不如死了呢 你看看你老哥我 啊 每天睁开眼就得找饭吃啊 就剩下个活着了 天好还行 咱有的是利己 这龟孙子天他娘的一撂脸 就只能窝墙脚里挨饿 这是栓木 腾县的老乡 还有 牛子 都是前后刺的老乡 这是过程 孙过程 跟你说过的 过路过程哥俩 过程兄弟才是正儿八经的恋家子 就咱俩这样的 一堆人捆一块 让咱们滚多远 咱们就得滚多远 牛子把灯点起来 歪豆芽大小的火苗 整个梁仓里只有西南一个角落能看清 他们就靠着西南墙角住 被乳凌乱地铺在晒干的芦苇和茅草上 去年孙过程和哥哥住在这个梁仓里时 也是挨着那个角落 他们也是在那个角落认识张群的 老张群从滕县来 家里过不下去 偷有钱人家半袋面 被地主儿子带人暴打一顿 挣扎时一脚踹到地主儿子的两腿之间 把狗日的下半身给踹飞了 只好逃出来 跟孙过程他们一样 也到了济宁 想入一和泉混口饭吃 他们一起住在这个废弃的梁仓里 然后一起转战各地 最后到了北京 先跟朝廷军队打过几仗 接下来跟洋人打 朝廷在后头支持 到八月底九月初 朝廷突然不待见他们了 好在他们看到苗头不对 撒丫子就跑 太后那老妖婆 下令剿灭一和泉石 他们已经出京南下了 但因为做了全民 不敢回老家 怕被举报 起码老地主不会放过他 听双木和牛子说 地主儿子是真废了 媳妇到现在肚子也没鼓起来 他们在拉倩的队伍里 认识了双木和牛子 老乡 就把他们带到这 免费的地方住了 他们坐在散发出 油腻的汗臭味的地铺上 聊了一阵过去的兄弟 一部分回了老家 安分守己的种地 经商娶妻生孩子 一部分远走他乡 像松过成兄弟俩 一部分无家可归 随处游荡 比如老张群 这一部分还不在少数 我们那支队伍里 少说二十个兄弟在济宁混 大部分没正经营生 撞上什么干什么 正口饭吃就行 跟我一起拉签 扛大包 给传上下货的 就有六七个 如果兄弟您想见见 一带烟的功夫 就可以照顾到位 这次先不见了 我还有别的事情 过成兄弟现在哪里高救啊 来几您干什么呀 还有 顾鲁兄弟怎么办一得呀 哥哥之死 孙过成只说是意外 戏处不坠 至于护送小波罗一路北上 也只饿药讲了大概 重点是抱怨遭遇了暴风雨 被迫搏在小码头 该抱怨的是我们 雨大了水位上升 咱们拉签的就断了盾了 你们跑船的就算烧了高香了 没这场雨 南亡那一段 你们得拖了鞋把船背过去 你怎么绑上了一个羊腰啊 兄弟 你忘了上回咱们为什么 去北京了吗 哎 什么叫帮上呀 是护卫 洋人也是有好坏的 一个意思 再好他也是洋人 说 洋人也是人 有钱挣就行 能挣很多钱吗 钱再多也是人家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唉 兄弟啊 张群从床头摸出一根老烟墙 用大拇指头往烟锅里淹死 孙过程一直没想出来 这个角落除了油腻的酸臭味外 还有什么味 现在明白了 一股浓重的老烟油味 张群的烟饮一直很大 战场上抽空也要点上一袋烟 实在分不出时间精力点 就把空烟袋塞嘴里 巴达巴达 坐着浴石烟嘴 烟袋杆里陈年的烟油味 也可以应付一阵子 他对着灯火点上 鼻孔里窜出两股浓烟 你想过死在羊枪底下的兄弟了吗 啊 老哥 两回事 不 生死只有一回事 孙家哥哥 你是不是挣了很多钱啊 闭嘴 挣不着钱 他会像跟皮带似的 拴在羊鬼子腰上 你别睡觉去 牛子撇撇嘴 歪倒在自己破破烂烂的被褥上 孙国成知道谈不下去了 起身告辞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好 那就不耽误兄弟正事了 老张群坐在地铺上 没挪窝 用肩膀抖一抖 披在身上的一件单衫 继续抽着烟袋 慢走啊 有空再过来 到时候我把兄弟们都招呼上 一块聚聚 尖痛犯了 我就不送了 孙国成出了粮仓 雨还在想 天黑透了 空气清凉 一口气吸进肚子 他觉得整个身体都变轻了 他趁开伞 走黑路去找喜相逢 喜相逢 还在老地方 左手生着六指的老板 还认得孙国成 那次他们哥俩来济宁时 是他管子有史以来 生意最差的时候 天灾人祸都吃不上饭 他们两天没开张 老板跟媳妇说 今天再不开张 他就关张 当天晚上 孙国成哥俩去了 唯一的一桌 你哥哥呢 孙国成往天上指指 老板把媒生六指的右手 深重地按在孙国成的肩膀上 没说一句安慰的话 这个世道 死一个人跟做一盘菜一样 稀松平常 节哀顺变都隆重了 但他对跑堂的小二说 这位兄弟一半的账 算我的 韭菜上齐 孙国成给哥哥满上 碰第一下杯 哥 今天是你生日 我替你多喝点 接着 孙国成加了一块酱驴肉 放到对面的空盘子里 哥 今天你生日 我也替你多吃点 你也吃 再碰一下杯 加一筷子青椒炒蛋 给孙国祿 他和看不见的哥哥 推杯换盏 让看不见的哥哥 把油炸花生米 帮鱼丝和烧罗汉面筋 都吃了一遍 哥 再回家的路很长 一定得吃饱了 上次坐在这个馆子里 哥哥孙国祿 把三分之二的韭菜 都让给孙国成吃了 这一次 孙国成把三分之二的韭菜 留给哥哥 哥哥的盘子里堆满了 他让小二再送一个空盘子来 那天晚上 他们还最后决定了一件大事 就是往不往北走 尽管一直跟着大刀会的兄弟 队伍中的少数服从多数 决意要北上杀洋人 孙国祿还是颇为惆怅 一是往北走 路途遥远 二是山东巡抚袁世凯 严格限制议和权活动 他们的空间越来越小 跟着队伍都得北上 不往北走 就必须脱离组织 我是个农民 其实不想大大杀杀 可你不杀别人 别人上门来杀你 你的地还种得下去吗 好 那就为了不被杀 干了 孙国祿是果敢的人 决定一旦坐下 轻易不改 在队伍里 他的身手肯定不算好 当然也不算很差 大家拼的就是年轻力壮 此外 就是靠各种神神道道的东西壮胆 不得不承认 那些神秘的仪式 很能唬住一些人 有一个据称 是把梅花拳 更名为一和拳的大人物 赵三多的徒弟 兄弟们都叫他大师兄 是个梅花拳的高手 因为练成了神功金钟照 有金刚不坏之身 可以刀枪不入 孙国成兄弟俩第一次看见大师兄表演 完全傻了 那可是摸起来暖乎乎软萱萱的光肚皮啊 还稀稀拉拉长着一些胸毛和肚毛 鬼头刀砍上去也就一道白印 飘下来几根黑毛 锁标一杆子扎过去 又弹回来 肚子上连个坑都没有 最可怕的是羊枪 那子弹一棵大树都能穿透 射到大师兄的肚皮上 拐了个弯 不知道去哪里 一群人纳头变半 这不是神是什么 这不是神筑权是什么 然后就按照大师兄的弟子 一群小师兄的安排 在供奉关公 关平 周仓等人的牌位前 叩头焚香 学着小师兄的样子 在地上画各种奇怪的圈 念各种古怪的咒语 孙过程曾认真听过周围人的咒语 发现每个人念的都不一样 有念天零零地零零 羊鬼子献原形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的 也有念 陆家庄第二排屋子 老田家二小子大立士来也 跟我有仇 我看不上的人 全都死光光的 还有翻来覆去就念 神功附体 所向披靡 刀枪不入 灭阳顺青的 必须承认 兄弟俩被弄得五迷三道 又如此护体神功大法 何愁大事不成 尤其松过路 备受鼓 都金钟罩铁布山了 对方刀枪过来 相当于绕着你走 伸手如何 就不那么重要了 或者说 高手低手 被神奇的仪式和助语加持后 全成了圣手神手 他还担心什么 孙过路对弟弟孙过程一挥手 说了句 走 便冲向了北京 结果是辗转迁移 在北京一次攻打洋人堡垒时 战斗开始之前 孙过路虔诚的仪式和咒语都失灵 先是一颗子弹击中他左胳膊 然后是一个洋人卫兵子弹打光后 从死去的全民手里 抢过一柄砍刀 横刀一挥 从肩膀处 齐根砍下了他的左臂 齐斩斩砍下来 洋鬼子够狠啊 战场上 你死我活 但孙过程还是觉得洋鬼子凶残 因为他们砍下了哥哥的胳膊 还好是左臂 若砍得右臂 两只胳膊可能都废了 孙过路疼得当场晕了过去 也算及时 接着战斗的那一波全民 活下来的没几个 他被一个死去的兄弟压在身下 要不也被乱刀刺死了 战斗结束 孙过程在死人堆里找到哥哥 孙过路因失血过多 差点没活过来 孙过路也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整个人懒洋洋的 飘飘悠悠地朝黄泉路上走 他还一直纳闷 都说阴间冰冷 他为什么浑身暖洋洋的 好像被阳光松软地包裹着 他对死亡的感觉 让活着的兄弟诧异 怀疑他是给自己装死找借口 一个坐过江湖郎中的全民 替他说了句公道话 没装死 只是疼晕了 醒来后 因为失血过多 已然神志不清 孙过路被弟弟从死人堆里背出来 捡回了一条命 第十届猫顿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和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 徐泽晨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四十五集 孙过程坐在喜相逢的老位置上 希望哥哥黄泉路上还能有去年的好感觉 被阳光包裹是如此重要 他是打样前最后离开的客人 早该回去了 但他还是待了这么久 跟老板告辞 出门撑开伞 出了零星的几盏灯 济宁被笼罩在一个漆黑的雨夜里 一路泥水 走到小码头 远远看见乌船上所有的灯都亮着 孙过程就知道出事了 他们撒开腿跑起来 早已经湿透的布鞋 带起的泥水 甩到后背和雨伞顶上 没上船就听见小波罗含混的哼记 孙过程跳上船 船震动一下 甲板上带着斗笠的士兵前喊 轻点 在手术呢 怎么回事啊 来了河道 杨大人中刀了 孙过程直奔小波罗的坊间 一群人围在床边 小波罗躺在床上 裸着大半个肚皮 肚皮上横着一道一纸深的血口子 像一张咧到两耳根的嘴 伤口长得有了某种夸张的喜剧效果 皮肉和黄色的脂肪之间 混杂着红色的血 渗出来的血 在往肚皮两边流 小波罗的肚子上 长满了比大师兄更茂盛的体毛 黑乎乎一片 被斜打湿的毛发 一流流 浮乱地堆积在肚皮上 小波罗咬着撩起来的睡衣下摆 在痛苦的身影 那把刀把睡衣也划破了 堆在他脖子上 乍一看 以为被割的是脖子 谢平遥掐着小波罗两只手的虎口 据说这样可以减轻疼痛 老陈在用一只新的鱼网梭子 清理小波罗的伤口 他们的任务是把小波罗肚毛 从伤口里挑出来 然后往伤口边缘 抹用来止血和消炎的印泥 少长来守着一个煤炭火炉 铁锅里清水滚飞 两根缝衣针和一团线 在沸水里上下翻腾 陈婆端坐在凳子上 两腿并拢 闭着眼 双手合十 两手不停地抖 咕咕浓浓 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什么 她的任务是 像缝衣服一样 把小波罗的伤口缝合起来 但是她害怕 这么漫长的遗留伤口 还是在肚皮上 看着她都干颤 陈婆再求神给她点力量 现在她觉得从胳膊到手指都没力气 一根针都捏不住 我去找大夫 小卢已经去了 这什么人呢 下肢狠手 小卢和小钱说 应该是何道 灵枪一朵 案件难防 没办法 谢平尧轮换着甩动两只手 总用食指和拇指 掐小波罗的虎口 手指头都僵住了 谢平尧这么说 是在宽慰孙国成 意思是就算她在 这种事该出还出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孙国成还是自责 的确是失职 他因因后悔回来晚了 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呢 何道 看见脸了吗 蒙着脸 老陈接过话 手里的梭子没停下 当时他刚躺下 忙了一天 腰疼 风湿病也犯了 他想躺平了身子 缓缓劲 如果不是漫天的雨声 和雨打乌船的声音 他完全可以听见 河道的小船 划开水面的声音 也可以确定 乌船那几下轻微的晃动 是因为来了陌生人 但谁会想到 这样的大雨之夜 也有河道出没呢 等到听见动静 他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正是大雨之夜 才更应该预防不速之客呀 他在水上生活了38年 什么样的河道没见过 这个雨夜真是疏忽了 他得承认 年纪不饶人 跟暴风雨战斗了一天 的确累了 脑子也跟着迟钝 三个人带着家伙 三个人 孙国成心脏突然提前跳了一下 像被人偷袭了一拳 小波罗松开嘴里的睡衣 哇啦哇啦说了一堆 谢平遥让少长来找一下老烟袋 在小波罗的箱子上 刀下留下的那一杆 迪马克先生 闻到把刀架到他脖子上 那个人身上有股浓重的老烟油味 他说特别香 这会儿他就特别想抽一口老烟袋 孙国成的心脏又提前跳了一下 这次不再有一只看不见的拳头吹过来 真香就是一块石头落地 他在喜相逢端着酒杯时 不就在某一刻盘算了一下时间吗 但他当时不愿意承认 所以他对自己说再给哥哥多敬几杯酒 让哥哥的在天之灵安息 他用一桌韭菜祭奠哥哥的时候 有三个人冒着大雨在暗夜里被哥哥复仇 两个人背负尖刀从码头上直接上船 他们熟悉地形 而小码头上的一艘乌船 在零零散散的船只中间 如同羊群里跑出来投驴 实在太照眼 小波罗又点着灯 他在祭他认为值得祭下的东西 其他人都躺下了 就算没睡着也不会知道雨夜里有三个人正奔着他们而来 两个青庄跳上船 一个划着小船藏在乌船的阴影里 在此之前 码头上的两个人已经悄无声息地解开乌船旁边的那个乌棚船的缆绳 小船上的同伙负责把他往更宽阔的水面上拉 让他随波逐流 随风荡漾 乌棚船上睡着两个呼噜震天的年轻人 他们整个过程只说了三句话 一共四个汉字 第一句话两个字 别动 上船的两人舔湿了心湖的窗户纸 看见小波罗正在灯下粪笔记书 两人对视了一下 一个人几乎是提着门把手将门打开 这样可以减少门轴摩擦的声音 很好 这是艘新船 这是他在运河上穿行的第三个年头 因为水上湿气大 被防止腐烂 门轴刚上过油 领头的蒙面人 把刀从背后架到小波罗脖子上的同时 小声说 别动 小波罗听不懂这两个字 但他完全清楚是什么意思 脖子上凛然一寒 那种锋利的金属质感 他就知道 今天运气的确不怎么样 坏天气之后 人祸也来了 他乖乖地举起手 身后的人对另一个人说了第二句话 一个字 搜 声音也是小的只有在场的三个人才能听见 反正谢平尧躺在隔壁的床上没听见 之前拿笔记本 小波罗把箱子上的锁打开了 蒙面人没费任何力气 就找到两钉整银子和一把散碎的小银框 外加几十文零钱 如果不是相机有点重 肯定会把这个大家伙也带上 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 在指挥者眼神的示意下 另一个蒙面人把小波罗的派克笔也塞进了口袋里 他还搜罗了一堆小东西 食物值钱不重要 没见过的都是好东西 在他们抄起手杖之前 小波罗听认他们的大劫 他们能搜罗到的值钱货都在蒙面人口袋里了 还有一个小箱子 小波罗贴着墙角塞到床底下 不把床脱开根本拿不出来 仅是看见也得小波罗离开现在的座位 趴在他凳子的位置 贴着地板往里看才能发现 可是蒙面人看到了手杖 准确地说 看见了手杖把手上的象牙 其实他并不确定那是不是象牙 只觉得好看像个值钱东西 顺便动了贪念 他尝试将把手拧下来 没弄成 干脆往嘎吱窝里一夹 准备一并带走 手杖刺激了小波罗 他踢翻了脚边熏蚊虫的香炉 大鱼把温虫挡在了外面 香炉中什么也没点 空香炉滚动的声音分散了背后蒙面人的注意力 他的刀刃歪到一边 小波罗趁机把脖子撤出来 右手抓起凳子抡向持刀的蒙面人 在蒙面人后退躲避凳子时 他左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了左轮手枪 左右手相互交换 他们之间隔着一个凳子 他发现两个蒙面人手里都有刀 两把刀隔着凳子指向自己 在他打开保险正要射击时 两把刀同时动起来 一把刀砍掉他的凳子 一把刀低于凳子扫过他的肚皮 那一枪湿了准头 不是因为肚子上的伤 而是凳子掉在地板上 让他身体突然湿重 子弹射掰了 他只是觉得肚皮一凉 像被冰块划了一刀 接着感到更凉 像一场规模极小的冷风 单单吹过那一片肚皮 因为湿重 他一屁股坐到床上 坐姿让他感到了肚皮折叠导致的疼痛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把 黏糊糊湿淋淋的一片 这才真正感到了伤口的疼 在他摸完伤口 忍不住低头看的一瞬间 两个蒙面人出了卧仓 他听见他们的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又停响 又响起 在停顿的那几秒里 已经说了三个字的蒙面人 又说了第四个字 也是他的第三句话 走 小波罗还听见水声四起的东一声 什么东西落到被雨淋湿的木板上 香炉滚动就惊醒了谢平遥 他以为只是隔壁的一师族 打斗和枪声响起 他才意识到是大了 谢平遥猛烈地 排击他卧仓的墙壁 这边是小波罗 另一边是少常来 他们都动起来 事实上枪声响起 所有人都清醒了 他们在黑暗中找衣服和鞋 士兵卢和士兵前 同时从简陋的床铺上坐起 出了舱发现船已经飘到 乌船二十丈开外 滑过去肯定更慢 两人一跃跳进了一跃 上船后士兵前说 他在游泳时 感觉同时身处两条河中 上半身一个流速 下半身一个流速 下半身被更急速的水流裹挟着 一直催着两条腿强跑 士兵路往岸上游 他要去追正在泥水地里 逃跑的两个黑影子 和他一起追的是大臣 士兵前游巷正在逃跑的小船 船上的黑影子拼命滑脚 船速还是起不来 眼看士兵前越游越近 黑影子慌了神 讲滑得完全失去了张法 在水面上团团转 他终于下定决心 弃船逃走 那船为时太小 当他歪歪扭扭溜进水里时 小船也被带得倾斜 一个波浪过来 船翻了 他把翻掉的小船 对着士兵前猛一脚踹过去 借这一个力滑出了一段距离 而为了躲避迎头撞过来的 道口小船 士兵前被迫折到另外一个方向 距离黑影子更远了 追捕吴国 士兵鲁和士兵前 以及大臣 三个人湿漉漉回到吴船上 其他人都聚集到小波浪的卧舱 初步擦拭了伤口 谢平遥问有什么额外发现 三个人摇摇头 这么漆黑的雨夜 别说三两个人 就是藏一支军队 你也找不到蛛丝麻迹 士兵鲁倒是有一点信息 但他没说 此时不宜刺激已经重伤的小波浪 如果他在风生雨生 和脚踩泥水声中 没有变错看不见的黑暗前方 传来的微弱呼喊声 那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孙过成 他听到的那句话是 为那些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事实上 那天晚上士兵鲁找来大夫以后 他告诉孙过成的是 他好像听到有人喊了这么一声 他用了好像二字 孙过成恩了一声 可好像没什么意义 第十届毛顿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小波罗受伤后 一直嚷嚷着要老下的老烟袋 等老烟袋拿了过来 老陈不同意小波罗抽烟 再想也得忍着 因为马上要进行伤口缝合 士兵鲁去请的大夫还没到 但伤口不能就这么敞着 他们决定能缝上多少就缝多少 陈婆操真 他要以做女工的方式 面对杨大人的伤口 他的老花眼怕烟 一熏就流眼泪 那会影响针线活的质量 小波罗只好忍着不愁 但他要求捉住烟嘴 就吸烟杆里 惊年累月的烟油味 老陈同意了 小波罗咬着玉石烟嘴 巴唧巴唧捉 捉两口松开嘴 疼得五官挪味 还不忘感叹 像 真大妈的 真像 伤口清理干净 缝合开始 除了自己家里的男人 这辈子 陈婆没这么近地 看过一个男人的肚皮 这男人的肚皮直白 越发显得体毛黑重 尽管年近半百 她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小波罗的肚皮太厚 她用一块干净布 裹着滚烫的缝衣针 怎么都穿不透 绽开的皮肉 针又太短 使不上劲 而针一戳皮肉 小波罗就疼得直叫唤 咽嘴也不寒了 身体抽搐着蠕动 陈婆更没法下手 老陈让大臣 小陈和孙过成帮忙 摁住小波罗四肢 谢平尧激动 负责给她递烟袋 陪她说话 如果需要咬条毛巾啥的 随时奉上 她用下巴直指绍长来 你 别别别 大哥你饶了我吧 我这辈子杀过最大的动物 就是鸡 鸭子都没杀过 杨先生是人 不是动物 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让你杀生 是让你救人 这救人 比杀人还吓人啊 你刀工好 土豆丝切得比粉条还行 针线活肯定也差不了 你就闭着眼睛 跟切菜一样疯 可是大哥 这不是切菜啊 我闭着眼睛切 杨大人他也不答应啊 哎呀算了算了 还是我来吧 就当治愈网了 少常来代替老陈 按住小波罗的左腿 陈婆坐下来 煮针线 老陈开缝 针走得艰难 穿不透 老陈不由地擦了一把汗 你们意大利人 日子过得真是好 咱们肚皮薄得像层纸 你的肚皮 厚得像本书 老陈说啥 老陈说 看你肚皮就知道你是个有福之人 其人自有天下 很快就好了 小波罗深吸一口烟 让烟雾慢慢从嘴里流出来 穿一针 他肚子就哆嗦一阵 像鲜豆腐 在剧烈晃动 每晃动一下 黄灯灯的皮下脂肪 仿佛又从伤口处溢出来一些 那口烟吐尽了 他说 我的手章 你们 你们 一定 一定要帮我 帮我召回 召回手章 小波罗还没忘他的手章 当时 谢平遥他们 冲到他卧仓椅 小波罗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手章 他们抢走了我的手章 重复了五遍之后 才是 救救我 我可能要死了 他们追赶河道时 沿途没有发现 丢弃的手章 看来 手章被河道们带走了 等天一亮 我就出门去找 这些河道太猖狂了 报官 把他们一个个都抓起来 砍头 没错 报官 伤口缝合一半 肚皮上像张开了怪异的半边嘴 士兵鲁把大夫请到了 他从药铺里打听到的大夫 一个老先生带着个二十来岁的徒弟 老先生先是被士兵鲁从床上拖起来 然后被一路拖着过来 啪哒啪哒 走了半天的泥水路 老先生早烦透了 进了船舱 连病人在哪儿都没看 先把眼镜摘下来 满条丝里的边擦边奔 还活着吧 老臣如蒙大赦 赶紧把针放下 小波罗腾出了一身汗 他身上的汗比小波罗还多 活着活着 缝一半了 老先生 您看看何事不 这哪是缝和伤口 你这是织鱼网啊 小先生的眼神真好 我就是找织鱼网的样子来缝的 师父 要不要重缝 还用问 两针间隔有二里路 不重缝怎么办 拆 徒弟利索地在桌子上 打开随身带来的出枕箱 拿出一把漆黑的剪刀 他干什么 剪掉 重缝 他说啥 他在感谢你们 说大夫就是上帝 别给我谈那些洋玩意儿 老先生坐到小波罗的凳子上 翘起二郎腿 把沾满泥水的长袍下摆 胆了胆 揪起花白的山羊胡子 让他别乱动 挺什么挺 疼 忍着 不蜂蜜是点 咳嗽一声就沾线 肠子喷出来 也不是不可能 徒弟把所有线都从中间剪断 捏着一根根线头直接拽出来 疼得小波罗屁股啪啪直打床板 徒弟对着小波罗大腿就来了一巴掌 这还没开始缝呢 谢平遥把玉石烟嘴塞进小波罗嘴里 小波罗眼泪都疼出来了 但他明白必须重逢 就不再吭声了 安静了 反倒让老先生心疼了 跟徒弟说 给他一块 洋人也是人 徒弟把线头收拾干净 重新给伤口清洗消毒 然后从出诊箱里找出一个盒子 倒出一块乌黑的东西 拇指头大小递给谢平遥 让小波罗放在嘴里嚼着吃 什么样 水灯膏 谢平遥立马就懂了 是鸦片膏 果然有效 小波罗逐渐平静下来 到徒弟一针针细密地缝合好 他的五官已经妥贴地回到了各自该在的位置上 老先生坐在凳子上 口受了两个方子 徒弟记录抄好了给谢平遥 明天到药铺去抓 六府 每个方子三府 分前三天和后三天 平躺静养少食 千万别动 天热了 一旦伤口开裂感染 麻烦不会小 大了可以要命 赶路可以吗 不动等 无妨 别的呢 什么病人都没那么焦急 没别的了 谢平遥付了出诊费 是一般大夫的四倍 老先生说 出诊费跟其他大夫差不多 多出来的三份分别是他的大晚上起床费 雨夜中的赶路费和徒弟的人头费 已经少收一笔了 要在过去 养鬼子看病还得担加一道费用 那块烟膏算赠送的 因为内疚 也只能带小波罗谢过师徒二人 请士兵前送两位回家 士兵炉休息一下 喘口气 当天夜里 雨继续下 孙过成后半夜 一直守在小波罗床边 因为内疚 小波罗睡着的那段时间 他也睁着眼 一旦小波罗疼醒了 鸦片高的劲儿已经过去 他就给他点上老烟袋 抽几口 他提醒他 别动 为防止被单碰到伤口 他想了个办法 将他和少长来 合住的卧舱里的一张板凳 去了两条横秤子 拿来架在小波罗的肚皮上 被单再搭到板凳上 等于给小波罗的伤口 支起一个安全的小帐篷 既不治受粮 又防了蚊虫 睡熟了的那一段里 小波罗说了两次梦话 大喊大叫 吓得孙过成 只好叫醒谢平遥 谢平遥听了听 说问题不大 他在叫着找手杖呢 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吃过早饭 孙过成估摸着药铺快开门了 下船去抓药 士兵卢和他一起离开码头 去衙门里交接护卫任务 他和士兵前得返回南洋呢 天还阴着 但雨停了 很快太阳就会从沉重的云层后面走出来 常见的方子抓药不成问题 药铺伙计说 两位药量有点诡异 不过正常 那位老先生向来喜欢在平常方子里出怪招 拎着六福药 孙过成拐个弯去了废弃的粮仓 老张群翘着脚躺在床上 地上摆着一坛酒 两头蒜和半斤酱油调拌过的猪头肉 见到孙过成 张群坐起来 用下巴指着酒肉 来两周 猪肉旧酒一天都有 那俩人呢 跑了 为什么跑啊 怕官府抓呀 他们还年轻呢 你为什么不跑 我一个孤魂野鬼 往哪儿跑啊 你就没打算赖账 你都找上门了 我再赖有什么意思 我要报官呢 你不会 要报 我哪儿喝得上这酒 吃得上这肉啊 你害我欠了他半条命 你怎么不感谢我给他留了半条命 老张群自顾倒了一宗酒 喝下去的声音像吹口烧 他只盯着肉看 满条丝里夹起两块 跟着扔进嘴里一半蒜 皮都没包 你还欠我过路兄弟一条命呢 手杖呢 丢了 真丢了 牛子把船弄翻 掉水里了 回来被孙木踹了一脚 孙木打算带回去 给他爷爷用呢 白跑一趟 就算没丢 我给你 你敢拿回去 孙过程抱住了脑袋 他蹲了半袋烟的功夫 站起来 拎着中药出了凉仓 半袋烟时间里 老张群嘴里 嘖咋着喝酒声 咔嚓咔嚓的嚼生蒜声 和肉吃得舒服的巴基嘴声 一直在响 门头发财的事 我张群不干 待会我招呼几个老哥们 一块痛快的喝他娘的一顿 你来吧 就今晚 孙过程已经走到槐树底下 昨晚他给孙过路烧过的纸灰 荡然无存 全被雨水冲走了 中午时分 太阳冷不丁跳出来 云层边缘 如同被烧出个窟窿 阳光打到身上 汗立刻出来 孙过程一直在找合适的理由 跳下水 逆光里四个人 从码头走过来 一个骑着高头大马 三个左右随行 士兵炉带着几宁官府的人来了 什么官 从哪个部门来 孙过程完全弄不明白 在他看来 所有官员的穿戴都差不多 官员下马先擦汗 官府一直扣到脖子底下 看着都热 少长来把茶水端到小菠萝的卧舱 昨晚六个人都坐卧的下 官员来了 三个人就挤满了 他晃晃荡荡的官府 看上去占了好几个人的地方 小菠萝躺在床上 肚子上是板凳 板凳上盖一条床单 整个人像只扭过头来的担风驼 官员先代表上头 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慰问 接着为本地的治安自责 发誓一定要把坏人缉拿归案 最后才是此行重点 商量接下来的行程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和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四十七集 小波罗他们从南洋刚出发 这边就接到了电报 巡抚袁世凯袁大人 则令他们做好接待和护卫工作 他们两天前就拿出详尽方案 足可以让迪马克先生 全方位地体验好 运河之城济宁的魅力 但是非常遗憾地得知 迪马克先生遭歹人喜结和伤害 鉴于迪马克先生的身体状况 他们以最快速度制定出一套 更加可行的临时方案 那就是在济宁不宜久留 这两天就起航 近日方圆数百里都大雨 运河水位难得升高 可以平稳顺畅地行船 河床最高处南旺一带 水位也达到了近年同期的最高值 迪马克先生是贵人 为我们运河带来了好运 没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面积降雨 过南旺怕是要几百号人拉欠 那走走停停 三五里水路也要耗上一天 航行艰难说到底不重要 时间也不重要 迪马克先生的身体最要紧 倘若错过了这几天的高水位 一步三颤两斗 靠拉欠拖船往前走 伤口肯定吃不消 因此咨询过相关水利和医学专门人士 一致认为 欲行一宿 实不我待 袁大人特命卑职 与迪马克先生商榷 早做决断 当然 未能尽好地主之意 也请迪马克先生和诸位多包涵 谢平尧翻译给小波罗 五分后就动身 一早不一迟 下午就出发 但还是觉得仓促了些 那官员是以门外的随从递进来一个小木匣子 打开几张银票和一小袋散碎银两 袁大人的一点心意 请笑纳 不走都不行 人家早准备好送客了 小波罗让谢平尧转之谢意 但银两就不必了 谢平尧撇撇嘴 料想的官员也听不懂 就用英文和小波罗说 为什么不要 推掉了 肯定进这人的腰包了 OK OKOK 你们这是商量好了 就这么定了 甚好甚好 照上头的吩咐 还配有两名护卫 随后就到 拿你们收拾 我就先告辞了 谢平尧把客人送至码头 看他骑马带随从离去 士兵前在乌棚船上嗷嗷的叫 被孙过程的水星叫好 船飘在码头外的运河里 旁边翻起一个水花 谢平尧觉得过了很久 孙过程才从拒水花石杖开外处冒出头来 孙过程深呼吸 换个方向又扎下去 小陈也站在乌船边看 这水星他赶不上 更让他羡慕的是 孙过程的抗冻能力 太阳底下有点热 但刚落过雨的水冷急流的运河 游泳还是为时尚早 午饭之前 孙过程才从水里上船 一无所获 不知道被水流带到哪里去了 换好衣服坐定 在饭桌前 他悲哀的说 终于洗了个痛快澡 午饭后 两个府衙的士兵 架一艘挂帆的乌棚船来报道 胖的姓周 瘦的姓孤 外处采买伙食和日用品的哨长来 跟大臣也回到船上 大家与士兵鲁和士兵前挥手作别 老臣在甲板上点燃一挂 祈福和屈胸辟邪的鞭炮 转身对两个儿子高喊 起 小伯罗躺在床上很有些遗憾 运河沿岸两个最重要的城市 淮安和济宁 阴差阳错都失之交臂 他欠其身子 想从窗户往外看 一动伤口就疼 只好躺下 在他的想法里 除了要将济宁的运河及水文细细斟酌一番 另一个心愿就是到屈腹 瞻仰孔府 孔庙 孟庙 祭拜孔林 亲近一下中国两千年文化里的大闲人 离开济宁时 再饱餐一顿太白楼的美味 如此才算真正来过济宁 但船已越过最后一段城墙 济宁就此别过 事情一下子单纯了 就是赶路 船只在采办日用品和经过船闸时才停下 这两天的雨果然帮了大忙 运河水势浩荡 翻账满 行驶的速度老陈很满意 他对这一段水路也满怀好奇 运河上跑了大半辈子 不过几年 不见识一下难忘分水口 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在运河上结结实实忙活过 一路往西北走 有花有草 有芦苇 荷花 野鸡 野鸭和飞鸟 有数不清的来往船只 从陈州策判经过 有叫卖的小商小贩 有披红带绿的流动妓院 有无数简陋的小码头 有贫困的十万人家 和垂头丧气的 无所适事的拉欠者 他们夜以继日地调动强疾 穿过马场湖到南望湖 其间历经通缉闸和四前闸 之后还会经过柳林闸 石里闸 开河闸 远口闸 新口闸 安山闸 然后抵达安山湖 再走下去就是辽城地界 行至南洋湖正直清早 整个船上只有掌舵的老陈 一人醒着 年纪大了较少 醒了就想多赶二里路 接着醒来的是小菠萝 在床上躺了几天 睡眠成了他最讨厌的事 躺着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每一刻他都希望自己醒着 跟谢平遥孙过程他们说说话 说什么都行 但还是经常在聊天中 不知不觉滑进了睡眠 昨天晚上他在听孙过程 讲他们家祖宗搬离南旺的故事时睡着的 一觉睡到现在 孙过程听他父亲说 桃荒那年南旺的河道差不多见底了 往年七月到九月 基本能正常通行 那年十二个月都过不去一艘像样的船 前一年也好不到哪里去 风调雨顺之年 穷人的日子也照样不好过 又碰上运河断流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家 连上顿也没了 只能另寻活路 才有了后来扎根梁山 小波罗还想着继续听梁山的故事 人已经睡着了 先听见波浪拍击船帮的声音 小波罗醒来 头脑昏沉 四肢极不清爽的酸痛 肉肉的闷闷的 睡多了 他宁愿感受肚皮上的锋利干净的疼 就扭动一下身体 一种新鲜的疼痛 如同一道闪电 瞬间贯穿了全身 小波罗出了一脑门子汗 波浪拍击船帮的声音消失了 窗外传来忧远高亢的说话声 他听不懂 一群中国人在节奏分明地喊着耗着耗子 一大早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火热朝天地喊着劳动耗子 小波罗忍不住好奇 这好奇让他如握针毡 他尝试着用左胳膊肘撑起半个上半身 一阵新的疼痛 他停下来 感受疼痛的强度 直到习惯他 接着撑起右胳膊肘 又是一阵疼痛 再停下 等自己适应了那新的强度 左手推开窗户 顺便扒住窗框 上半身斜立着 小波罗清晰地感到出汗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半秒钟里 痘大的汗珠挂满了一头一脸 伤口疼得像被重新割了一刀 长度和深度一模一样 但他觉得疼得直 躺下几天后 他终于可以看见比卧舱大的空间 不是大一点 而是像整个世界一样大 他看见的就是整个世界 努力的回报还不仅于此 小波罗看见了一个火热的劳动场面 无数的中国人正在挖河筑堤 男人们一力短打 辫子缠在头上 或者脖子上 年轻的裸着上身 裤子卷到膝盖处 又穿草鞋的 更多人打着赤脚 签绳的 侧绘的 挖土的 抬泥的 推扯的 拉扯的 下装的 打夯的 来往穿梭 不亦乐乎 当官的挺着肚子站在高处 陪同者伸直手在笔划 风吹起他们的衣角和胡须 也有女人出没期间 拎汤罐 端此碗 给干活的男人送水送饭 河道宽阔 低暗高拔 新鲜的泥土 敞开在他们脚下 他听不见 河宫现场 琐碎的 曹操窃窃窃 却在整个场面之上 发现了一曲 整翅昂粪的合唱 既欢快又劳苦 仿佛滚沸的巨型大锅里 生腾起的雄浑蒸汽 但他听不懂 小波罗很想听懂 犹豫一下 他敲响了身后的舱壁 谢平遥来到隔壁 船走得慢 窗外的挑合现场 几乎没变 依然热气腾腾 在谢平遥奇怪此地 竟有如此规模的 挑合工程之前 他也听到了 小波罗所说的合唱 听上去有些遥远 入耳却分明 那是一首 合工耗子 筑低歌 在淮安待了几年 书郡河道 加固堤防的大小工程 见过一些 干活时 壮志提神的姚哥和耗子 也大同小异 跟着窗外的节奏 他给小波罗翻译出来 嘿 嘿 嘿 甩开臂膀挺直腰 脚步走稳 好登高 嘿 嘿 嘿 你也挑来 我也抬 取出河土 垫河崖 河堤修得高又宽 土掩大水保家园 一边翻译 谢平遥一边犯底骨 总觉得哪个地方不对 这个时候 外面老陈喊了一嗓子 都起来 都起来 有深井 有深井 谢平遥恍然 果真是运河深井 整个热闹的合工场面 正展开在南望湖上 他跟小波罗敷衍着解释 运河深井 大概就是运河上的海石蜃楼 他也不太懂 只在曹运总督衙门里 听人说起过 运河里偶尔会出现深井 不过从来没有人说起 深井中还有声音传出来 见多精广的老陈 也头一次听见深井出了声 只是确凿在耳边眼前 由不得怀疑 松过程 少常来 大小陈和陈婆 还有后面拴着的 乌棚船里的士兵舟和士兵固 连滚带爬出来 站到船边观看时 一阵风起 清晰的场景很快模糊 再一阵风来 神井消失了 南望湖上闭波荡漾 听老家的人说 神井会带来好运气 松过程听后 双手合十 闭上眼 样子十分虔诚 你说过程在念的啥 还能有啥 肯定念的要找个好媳妇 孙过程笑笑 没再说谎 其实孙过程的祖父 倒是讲过在南望 做过河宫 明代以后 大概没哪段运河 输军的难度比南望更大 次数比南望更多 那么欢天喜地的劳动场面 怕也不是每次都能看到 更多的是成千上万的饥饿劳工 蚂蚁一样穿梭如动在宽阔漫长的河道上 污船接近分水口 速度明显降下来 温水在前头分流 七分去了北边 所谓朝天子 三分迎头留下 往江南走 此处是整个千里运河的水脊 河床被抬到了最高处 小波罗不敢久坐 早已躺下 听说分水口道的 还是忍着剧痛 让谢平遥扶起自己 背后堆上被子和靠枕 没法到岸上登高望远 越过窗帘 看见一点风雾也好 担心小波罗寂寞 船停靠码头后 谢平遥留下来 其他人上岸转一圈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晨 制作《蓝星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四十八集 分水口是运河繁华的要塞 两岸污舍俨然 店铺林立 往来商贩游人络绎不绝 尤其河右岸的龙王庙建筑群 四座大门正对温水寄运处 虽然曹运凋敝 南望也没有彻底从激紧灾荒中缓过劲来 建筑群难掩破败 但恢弘的气势还是让人肃然起敬 运河边条石砌城的石博岸 岸下埋伏着十二根水柱 他们的污船就拴在靠中间的一根上 岸上盘卧八个巨型的镇水兽 姿态各异 形貌栩栩如生 石博岸中间有一道石阶直通龙王庙 孙过城他们十级而上 石阶尽头是一座木结构牌坊 双层飞檐 悬了三块匾额 右为海燕 左为和清 中间是左右逢源 问上人 这民总督刘运科首书 过了牌坊就进了龙王庙 他们几个人在岸上转了一个多时辰 可看的很多 龙王庙之外还有供奉送礼的宋公子 纪念白鹰的白公子 还有羽王殿 官帝庙 官鹰阁 墨公子 温公子 蚂蚱庙 等十来处远落 老臣逢妙就进 见神必拜 每次敬拜 总看见孙过城也在虔诚地做一颗头 他是请众神提携 保佑旅途安泰 那孙过城拜的什么 过城啊 你这一路拜过来 为的什么呀 为哥哥 哎呀 你这弟弟当得好 孙过城给小波罗带了一块缺角的青砖 在龙王庙墙根的荒草中发现的 青砖一侧 有完好的楷书摩印 洪志十年造河道观砖 这是四百年前的文物 明朝的孝宗皇帝朱友称 就在这里整治过河道 四百年前 太遥远了 好东西 好东西 我得留好 之后左转右转 左转右转 运河从来都是弯弯曲曲的 孙过城回想这一段水路 觉得时间也是弯弯曲曲的 左转右转 弯弯曲曲好 舒缓 幽远 充满了美好的过渡 充满过渡的路程 就是坦途 事实也如此 他们一直赶路 小波罗的生活都在舱内 生长心肉很慢 中间看过三次大夫 一次是因为半夜从床上掉下来 右侧 寄进玉和的伤口 又撕开了一个口子 重新找大夫缝合 一次是缝合之后 找大夫复查 大夫说恢复不算快 但也不错了 切记不能再从床上掉下来 咱们的肚皮不是点心匣子 可以打开在棺上 开开合合 大夫保守估计 到林青 只管下船到河堤上走 速度不会比船跑得慢 第三次 就是找一个大夫 给伤口拆线 小波罗没告诉别人 为什么掉下床 他只写在日记里 他在梦中 回到济宁的大雨之夜 跟蒙面人争夺手杖 一人抓一头 蒙面人抢走手杖 还把他脱下了床 士兵舟和士兵雇到张丘镇 就回去复命了 他们击鼓传花 把任务交给了 阳谷县衙的同行 小波罗婉拒 县令不答应 你可以不需要 我不派人是我的失职 再到辽城又换了两个 小波罗明确拒绝 天下太平 他下船也少 没人知道 船上还待着个洋人 实在不必浪费 东昌府知府 北派的官员说 公事必须公办 你若是担心这两人 分了你们的口粮 好办 让他俩带足盘缠 交你们伙食费 实在不行 背上锅灶 自给自足 既受知州大人委托 他承担不起万一 要在他们的辖区出了事 谁的官帽都带不文 一路穿闸而过 到了林青直立州 排漫长的队伍 过了汇通河边的超关 没走多远 天下击雨 七八月的北方 进入多雨季节 一块黑云过来 跟着电闪雷鸣 碰河大雨就落下来了 等候过超关时 一直窝在船上 小波罗呆烦了 过了关就上了岸 伤口在身体中间位置 上下都要吃力 新生的皮肉又娇嫩 小波罗揣摩着力道 免得一不小心 劲儿使大了 把伤口撕开 他把一只手搭在伤口上 像孕妇一样谨慎 左边谢平遥 右边松过城 两个士兵紧随其后 先前小波罗 已从床上下来多次 在船头喝茶聊天 看书写东西也拍照 有时候就是盯着水面看 因为经常有水蛇和乌龟 从水面游过 但出入的步子都少 真到了岸上 陡然觉得大地也是晃动的 慢慢走出一厘路 脚下才牢靠 七月的北方也郁郁葱葱 但依然掩不住破败和荒凉 野草慢生 一场雨水就涨势其妖 乡村还是凋敝 破旧的土房子 只做遮风挡雨用 一点不见南方民居的美感 小波罗在村庄边上走 本来打算下了船 就看见一个丰饶的人间 没想到这般情景 他内心里慢慢生出 苍凉和悲哀 孙过程说 若是去年来 连这风肥茂盛的荒草都见不到 小波罗扭头看看运河 水流日也不息 过了临清就将渠道向北 四个多月以来 他头一次发现 他对这条曲折绵长的大水 有了情谊 他想坐下来抽上一袋烟 孙过程递上烟斗和烟丝 霍连竟忘了袋 两个干兽老头 坐在老屋前的末盘上抽烟袋 孙过程要去借火 小波罗说 一起去 两个老头见过洋人 也见过官差 洋人和官差同时站在跟前 没见过 他们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羞涩站起来 然后又坐下去 他们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 早就一贫如洗 他们邀请小波罗坐下来 吃一袋烟 小波罗在末盘的另一个脚坐下 借了胡子半白老头的火 那袋烟湿得很香 小波罗问 谢平遥在一旁翻译 这房子还能住吗 能住 不打算修修 不修 能住 可以修得更好看一点吗 有好看的时候 什么时候 胡子半白老头扭头看老屋 他的烟袋感对着老屋画了个圈 现在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 此刻阳光倾斜着照耀低矮错落的土房子 经年风吹日晒 泥墙发白泛黑 但下午的阳光还原了他的本色 那面墙如同剁了一层黄金 那浓郁的金黄色几乎要燃烧起来 但阳光里的黄金同样贵重 一袋烟眉抽完 天边来了穿黑衣服的云 墙上的黄金开始褪色消失 看 没了 还会再来 雨落下来之前 他们聊起洋人 另一个胡子全白的老头说 他在一间屋里见过七个洋人 他们分数四个国家 不过在他看来 他们长得都一样 什么时候的事啊 教堂续年不是被全民烧了吗 那是灵清的 教堂被烧 洋教师总得有个去处嘛 上个月去七星庄我外甥家 庄北啊 盖了几间屋 最大的那间屋顶上插了个十字架 外甥带我去开开眼 说四个国家的 我还多看了两眼 他们洋人啊 长得像一家人 跟我像 像 太像了 跟你哥 你弟 你叔叔 你大爷似的 哪四个国家 谁记得住啊 你们洋人什么名字都一叫一创 有年轻人 就像孙克成这个年龄的 有 多大的都有 我外甥说 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啊 雨点落下来 谢平遥催小波罗回船上 七星庄在哪里啊 往前走 到石码头上岸 往北一直走 庄前有大水塘 沿水边长了七棵老刺槐 占了北斗七星的位置 大老远就能看见 除了七棵刺槐 别的树都栽不活 小波罗学两个老头 对着鞋底把烟灰磕干净 雨下大之前 他们回到船上 小波罗打开地图 在林青城和夏金之间 靠近后者的地方 标出一个点 大概就是七星庄 他想去一趟 第二天上午 风雨和闪电同时止息 一个整夜 加上半个白天不停歇的雨 天地间都是一副喝饱了 水酿到喉咙处的浮种样子 运河也满满当当 雨云尚未退去 空气潮湿的 可以直接行船 因为水势汹涌 船走得谨慎 午饭后 放到胡子全白老头 指点的那座石码头 这次六个人上岸 考虑到通往七星庄的道路 布满泥泞和水洼 小波罗没法伸一脚 浅一脚地走远路 在前头停靠的市镇码头上 孙过程买了一个 四人抬的躺椅 现在小波罗坐在躺椅上 林青州的两个士兵抬前面 孙过程和大臣抬后面 谢平遥抱着一堆雨具走在旁边 偶尔走到最后 隔出一段距离往前看 他会产生一个错觉 觉得孙过程他们抬着小波罗 正朝低矮的天上走 大水塘七棵树 他们一条道走过去 经过庄稼 野草 小树林和一片坟地 雨停了 七星庄也没多少人走出家门 从敞开的院门看进去 很多人坐在塘屋门口的暗影里发呆 一个中年男人在院门外挖沟排水 看见他们没吭声 但他在谢平遥开口之前 伸出了手 先往东再往北 他看见了躺椅上的小波罗 他断定 所有长出这张脸的人 都该去同一个地方 一场急雨过去 只有活物经过的地方 才会泥水泛滥 新的教堂刚开始建 周围泥泞不堪 现在正用的简易教堂 是临时搭建的奇迹平方 左手第二间屋顶上 插着一个木制十字架 美国公理会1886年 在林青城建的教堂 是山东的第二处总堂 前一年被一和拳毁了 皇太后剿灭全匪的上誉公布后 公理会就开始筹划建新教堂 现在七星庄试探性地建起四间房子 没人找茬 插上十字架就悄然开张了 风声依然很紧 但似乎也无生命之余 胆子又大了一些 索性弄个体面的 为首的牧师是美国西雅图人 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他懂家有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的道理 看那凌乱场面 应该是雨停时开过工 又一场大雨才彻底收工 建筑工具和材料乱糟糟地扔在泥水里 小波罗坚持在离教堂一百米左右处 就下堂椅 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 插着十字架的那间屋 那个美国人在 五十岁左右的男人 花白胡子修剪得很漂亮 开始只是寒暄 你好我好 大家都还好吧 也颇有相见恨晚的亲热 一刻钟后 小波罗问七星庄有哪几个国家人 牧师数给他听 两个美国人 此地公理会的主力 一个比利时人 一个意大利人 一个德国人 一个荷兰人 他们是从各处偷奔而来 有的就是神职人员 有的纯粹是无路可走来找口吃的 我的意大利老乡呢 一个年轻人 北方漫游来的 一会儿叫过来 你们叙叙旧 第十届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 北上 作者 徐泽臣 制作 蓝星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四十九集 小波罗刚和那个美国西雅图人聊起来 门外就响起踢他杂乱的脚踩泥水声 小波罗问谢平遥出了什么事 谢平遥到门前 看到三个外国人踩着泥水往远处走 差点忘了 他们该去菜园了 我们吃自己种的菜 小波罗犹豫片刻 走到门口 三人走得更远了 小波罗是突然喊起来的 他用意大利语喊了一个人名 他们三个人在泥水里跳着走 落地时 溅浊浊的水花 有个跛脚的年轻人 躲避同伴踏起的泥水时 不得已单着左脚跳着跑 小波罗又喊了一声 还是没人回头 他冲出门去 就几秒钟的事 刚起步 他肯定感到了伤口的紧张 好多天了 他已经习惯了 供邀寒凶坐卧行走 所以跑前两步 他挺直的腰又弯下来 接下来几步 跑得更着急 本来重心就前移 很多天又没跑动 脚下的节奏和感觉控制力 大大折扣 一脚踩滑 等西雅图人走出来 他已经摔倒在泥水里 小波罗痛苦地大叫一声 谢平遥和孙过程一听那声音 就知道坏菜了 他的伤口 他们俩跑过去 小波罗趴在泥水里 两只手在肚子底下直哆嗦 黄汤一般的泥水里 丝丝缕缕泛起红色 掺了血的脏水显得更脏 除了黄和红之外 另有一股铁锈水 从那一堆工具和材料上流进来 铁锹 瓦刀 锤头 铁片 铁条 骑马钉 还有运送砂石砖头的牲口 黑褐色的粪便 也一并融在这泥水里 谢平遥和孙过程 把小波罗从泥水里掺回教堂 西雅图牧师赶紧喊隔壁的 另外两个外国人过来帮忙 一个烧热水 一个去找药箱 他跟长着尖下巴的年轻人说 这是你的意大利老乡迪马克先生 快把药箱找来 先清洗消毒 小波罗一身泥水 躺在椅子上 他是意大利人 列奥纳多 老杰罗马 你刚才叫谁 费德尔 哎呀 疼疼 小波罗闭上眼 声音声瞬间大起来 西雅图牧师找来他的美国同事 那人懂点医术 当然是用吸移的方式和药品 给小波罗做了伤口消毒处理 但他没能力缝合 好在伤口比刚被刀划开始要小 包扎好后 他建议去找专业大夫缝合 那天下午的造访就这么匆忙结束了 小波罗都没来得及 把其他四个外国人的长相看一遍 松过成四人 抬着他急匆匆回到船上 以最快航速往下一个大码头走 好在大码头上从来不缺大夫 就跟不缺算命和帮人代笔写信的先生一样 到了回春堂 天彻底黑了 大夫把回春堂里所有灯和蜡烛 都点在他的手术室里 大夫年龄不算太大 但眼神不好 规矩也多 平常是绝不在晚上见血的 天大的事也要等到天亮再说 小波罗是洋人 算特事特办 灯光照亮了墙上挂的一块匾 上面刻着玄弧济世四个阎凯大字 所有的大夫好像都是慢性子 这个姓芳的大夫把绷带打开 左看右看 这里碰碰那里戳戳 涂涂摸摸之后才开始缝合 缝合时慢悠悠地说 伤在这个地方好呀 省得你们这些洋人整天在咱们中国地盘上挺腰突肚的 跟他说 以后走路谦虚点 要不然还得裂开 原样一样 谢平尧真就原话一过去了 跟他说 我早就 我早就学会前辈了 谢平尧再原话一给方大夫 哎 这就好 方大夫把眼睛凑到伤口上 那我得给你缝仔细点啊 又得在床上躺着了 小菠萝抽了两天的烟才稍稍平复下来 船继续走 走得甚至更快 反正没事大家也都不需要下船 小菠萝把自己关在卧舱里 尽管有个窗户敞开来通风 谢平尧乍一进去 还是被烟雾熏得眼泪汪汪的 小菠萝想明白了 他请谢平尧帮忙 把床头的烟灰倒掉 然后把沿途搜集到的 跟运河相关的各类书籍 读给他听 编译编读 他说不能让时间荒废了 书听累了 就听谢平尧讲运河 知道什么讲什么 知道多少讲多少 谢平尧讲累了 让松过程 邵常来 老陈一家 还有跟在船后的两个士兵 接着讲 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 躺在床上的小菠萝随时提问 从林青地界一直到天津 小菠萝主要是通过这些方式 来了解运河的 小菠萝喜欢一句中国话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万里路走不好 就听别人讲述他们的万里路 书读不足万卷 就听书 听别人讲他们读的书和故事 他也只能听到这里 过了天津 身体每况愈下 经常陷入严重的抽搐 和高烧昏迷状态 从林青到天津 就航行来说 是小菠萝从杭州出发以来 走得最快的一段 中间除了找医生 采办日用品 必要的修整 和因为夏季的风雨 不得不停下来 其他时间他们都在行船 最多一天走了21个小时 老陈和大臣小陈轮流掌舵 这一段航程 若干年后 谢平遥他们回想起来 第一个感觉 就是赶路赶路赶路 一路走得飞快 第二个感觉 与第一个完全相反 慢 慢得不得了 慢得所有人都焦虑 揪心 惊慌失措 小菠萝的伤口 不像上次那样 慢慢愈合 而是三天之后 出现发炎症状 发红 越来越红 开始以为是天热 伤口通风不够 晾开来 又等两天 已经不是红的问题 出现了白中泛黄的浓点 船停下来去找大夫 大夫没当回事 做了消炎处理 开了方子 按剂量服药即可 继续走 药不管用 伤口在恶化 红肿的化农面积 在大幅度增加 小部罗开始出现 高烧 胃寒 身体的某些部位 会突然疼痛等症状 饭量大大减少 经常饭菜端过来 看一两眼就饱了 少常来拿出平生所学 做出的麻婆豆腐 他也没什么兴趣 到苍州 找了一个在当地相当著名的郑大夫 此人曾在南洋念过两年医科 对外穿长衫 回到诊所就一副西洋打扮 天再热也要穿上白大褂 他断定小波罗得的是败血症 这种病在过去也叫浓毒血症 军血症 他把从南洋带来的英文版医书找出来 翻开给小波罗和谢平尧看 逐条对照 多数症状都吻合 他对自己的诊断相当自信 顺带对中医和时局做了点评 他认定小波罗的病 是被运河沿岸的中医耽搁了 用医勿人哪 多吃几斤橘子就能预防这种病 古代的船员都知道这么干 还有咱们这帝国朝廷 这里没有吃公家饭的吧 没有没有 护卫他们在山东最后一城的德州士兵 进入直立境内前也撤了 直立省没有下达护送命令 他们又成了一条纯粹的民间船只 南洋学城归来的西医把辫子塞到白大褂里头 继续发表演说 要我看咱们大清国就一直没找对跟洋人打交道的方式 要么暗通款曲 私下里能穿一条裤子 要么 转过身就翻脸 要不是各地的教会医院都被毁了 迪马克先生的这点小毛病 怎么会拖延成这样 还有用义和团去对付列强 怎么想的 你们知道吗 郑大夫把脑袋伸到谢平遥面前 进得谢平遥能数得出他两道西书的眉毛 一共有多少根 听说去年义和团进京 端王特地把义和团大师兄们招去 给皇太后表演刀枪不入的身工 表演完了 皇太后当场嘉许 说赏 等大师兄们走了 荣禄问太后 您信吗 太后说 把戏是假的 几十万条精装汉子是真的 打起来 可以用他们去赌洋人的枪眼吗 哈哈哈哈 说完了 郑大夫大笑不止 一直笑得眼泪流出来才停下来 谢平遥被笑懵了 这传闻好笑吗 他没有看旁边的孙过程 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那郑大夫认为应该如何处理与列强的关系 我哪里知道 肉食者比 这事不该我干 想必谢先生知道 惭愧 在下猜出学浅 岂敢知会 那谢先生的意思是 不懂就得沉默 听之认之 在下绝无此意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我跟郑大夫一样 赞成顾延武先生的观点 谢平遥不喜欢此人 夸夸其谈 但对方言之成礼 他倒是发现自己这些年懈怠了 愤怒与激情 因为无奈而日渐消磨 而长途水路上 单一的生活与景观 更加剧了这一消磨 他在大夏天里打了个机灵 被烧得晕晕乎乎的小波罗 此刻睁大眼 大夫 赶快开药吧 南洋回来的西医郑大夫许诺 照他的方子 传到天津辈 小波罗就可以活蹦乱跳地下船了 到那时候 肚皮结实地可以入洞房 这个粗俗的比方 成了苍州到天津的旅途中 唯一的亮点 一旦小波罗因为病情的恶化 伤口腐烂散发出的异味 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疼痛和不适 失去信心 情绪变坏时 谢平遥他们就以该西医的余路 鼓励他 开始的确能管上一阵子 三次以后就不好使了 因为小波罗的病情 的确越来越严重了 半路上 小波罗开始抽搐 此前没有过的新症状 身体的某个部位会突然失控 不停地哆嗦抽搐 有时候只是腮帮子抖 向嘴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想起来就把腮帮子揪着往里转 换个时间又握成拳头 向外捅 这种时候小波罗就会下意识地咬紧牙关 身体也跟着不由自主的后痒 咬咬牙无所谓 后痒是个麻烦事 一不留心就把伤口扯开了 眼看着伤口越症越大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五十集 小波罗的伤口化浓的面积越来越大 发出腐烂的意味 开始只是细长的一股 悠悠飘荡的意味 少常来端着碗碟进船舱 为小波罗饭菜时 他以为是菜炒出了问题 凑到旁边使劲秀 没出岔子 一抬眼 看见小波罗肚皮上 红艳艳黄彤彤 白森森千头万绪的糜烂伤口 明白了 小波罗肯定也明白了 那顿饭他吃得更少了 很快意味如细流入海 汹涌澎湃起来 两天后 松过城推门进舱 向扶小波罗稍微坐起来一点 腐肉的臭味如同一只拳头 结结结实实地劈头打到他脸上 松过城差一点没忍住吐出来 小波罗先生的病越来越重了 近人是听天命吧 隔着一面墙 谢平尧对小波罗病情的每一点恶化都了如指掌 他的窗户和小波罗的相隔最近 异味的一丝一毫变化他都明白 但没办法 世上猪般事情都可以分担 唯有疾病等少数几样 多亲密的也爱莫能助 郑大夫的药继续吃 稍是降下来了 抽搐加重 动辄大汗淋漓 对外界的刺激也更加敏感 水上生活嗓门都大 来往船只上 哪个人高喊一声 小波罗的身体都会有反应 夏天水面上雷电频繁 霹雳响了 闪电亮了 小波罗一触即发 剧烈的抽搐 让身体弹跳不止 即使把小波罗的胸部以下捆绑在船上 也没法阻止伤口战略 而如此剧烈的抽搐 经常导致呼吸困难 一天下午 谢平尧 孙过成 正和小波罗聊运河 一个球状闪电落到岸边 小波罗应急而动 整个人像一块颠动不止的木头 硬邦邦的 谢平尧和孙过成一起按住他的身体 依然无法让他平静下来 要被哐郎哐郎地撞击床板 谢平尧摁摁着小波罗的两个肩膀 突然惊叫一声 小波罗张大嘴 两眼圆睁 一脸即将窒息的惊恐 谢平尧赶紧关上窗户 按小波罗的胸口 几秒钟后 小波罗一个深呼吸 慢慢恢复正常 这肯定不再是简单的 伤口问题了 谢平尧把整条船上的人 都召集起来 没有人能够综合这些症状 做出可靠的判断 当务之急 是到天津 天津 是他们可能找到 洋人西医最近的地方 老臣决定 从今天起 日夜兼程 他们在一个小码头 采办了足够吃到天津的食物 和日用品 扬帆起航 需要拉签的航段 让孙过程赶紧下船交涉 绝不无谓地浪费时间 出发前 老臣照例去庙里 那座破败的庙里 供奉了各路神仙 东到西歪的尊者 菩萨 圣人和龙王 分出小庙的各个角落 只有财神 是完好的站在原地 老臣全都败了 跟在他身后的孙过程 也全败了 还为你割拜 为迪马克先生 希望他好起来 一路顺利 清线之后就是天津 过九旋渣 近海 杨柳青 进入海河 船停靠在河边 靠近德国租界的一个码头上 威廉街上 有家英国医生开的诊所 在整个租界区 都颇有影响 家住索尔兹伯里 巨石镇旁边的莱恩医生 擅知各种疑难杂症 据说有人慕名 从英国本土 不远万里来求医 不知道是不是讹传 在谢平遥他们看来 小波罗这早已是疑难杂症了 在路上他一度昏迷 还有一阵子脑子明显糊涂了 说话颠三倒四 他们在莱恩诊所排队后诊 前面约了莱恩医生的有五个人 诊所是套白色洋房 莱恩医生全部租下了 他之外还有三位医生 六名护士 那三位医生主要负责常见病 以及妇科和产科 轮到他们 谢平遥和一名护士 把小波罗推进诊室 莱恩医生高瘦 优雅 戴眼镜 一口伦敦墙 说话时 习惯性地用酒精棉球 擦已经不能再干净的指甲 他先向谢平遥了解相关情况 然后请他在外面等 他要和病人再详细交流 随后开始检查诊断 等了有一个半小时 也可能更久 护士拿着各种仪器 来来回回进去四次 第五次从诊室出来 推着小波罗 莱恩医生让谢平遥进去 他有几句话要跟他说 小波罗将由护士移交给 等在外面的孙过程 小波罗躺在四轮小车上 问莱恩医生 能告诉我吗 究竟是什么病 没别的 比马克先生 只是破伤风 小波罗被护士推走后 莱恩医生请谢平遥坐下 第一句话就是 从哪来 就到哪里去吧 您的意思是 愿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 你不是说就是破伤风吗 怎么这么说 这是之一 还有败血症 太晚了 至少我无能为力 一点希望没有 仅有一点希望 等于没有希望 我不知没有希望的病 刚在诊断时 病人就昏迷了一阵 如果药物为时呢 多则三天 少则一两天 倘若心力衰竭或者窒息 随时 不过 我不开药 抱歉 不清之情 能否赐一个最可行的方子 我们去抓药 迪马克先生 在中国没有亲人 他所有的朋友 都在那条船上 也许 还有一个 谁 您 莱恩先生 好吧 为了一个孤独的人 上帝拯救我们 莱恩写好方子 递给谢平遥 然后 在另外一张纸上 写下一个地址 如果上帝显示了 他的伟丽 迪马克先生 能坚持到北京 可以去找我的 这位朋友 他是我见过的 最好的医生 中国人 对 你们的中医 他是我在 剑桥大学医学院的同学 西医出身的中医 他是融会贯通的天才 改变了我对中医的偏见 谢平遥取了药 又请莱恩诊所的护士 给伤口做了处理 然后和孙过程 邵长来 一起将小波罗送回船上 他当着小波罗的面 同大家讲 小波罗先生 只是破伤风而已 亡羊补牢 有未完也 咱们从头再来 即刻启程 来不及找龙王庙 做例行的祭拜 老臣在甲板上 点了香炉 制了几碗饭菜 对着北向的运河 磕头 孙过程站在他身后 也合时作意 老臣多磕了三个头 站起来是说 你岂为迪马克先生 祈福 孙过程帮他收拾香炉碗碟 神情凝重 悲气 这让老臣心中一动 小伙子不错 国长 你可曾婚配 家破人亡 不敢谈婚配 嗯 老臣装上一袋烟 给自己一个做决定的时间 船再走 他背着风打火帘 吸地一口烟 咽进肚子里 他觉得心里踏实了一点 实话对你说 我有个闺女在家 十八了 十里八乡的人尖子 家务活 女工 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当然呢 也可能当天的都看见女儿的好 长相嘛 你就照着你姨 往三十年前想 只会比他三十年前更好看 谢谢叔 过程 感激不尽 孙过程怀里的碗碟 磕磕绊绊 碰出了细小的响咚 妹妹肯定是个 贤淑貌美的好姑娘 可我答应过我哥哥 要回梁山老家 怕苦了妹妹啊 我懂 不过 男子汉 四海为家嘛 这事就先这么一说 回头还得跟你姨他们商量 婚嫁大事 还是女人做主更靠谱 第二天 小菠萝开始出现 频繁的抽搐和昏迷 因为抽搐过于剧烈 伤口越开越大 浴河的那部分也被撕开了 伤口里血肉的颜色都变了 黄色的浓水 源源不断地渗出来 味道也更大 傍晚短暂停留在一个小码头 少常来跟停靠过来的小船 买青菜 买菜的大姐抽动鼻子 问少常来 什么怪味啊 哎哟 怪难闻的 没什么呀 来到这怪疯吧 小菠萝听不懂 但乌船上的人 在那一刻都乐观不起来了 那天晚上响过一阵雷 小菠萝又抽搐了 此后大汗不止 他让谢平遥把大家都叫到床前 小陈掌舵没来 其他人都到 小菠萝先向大家道歉 让各位挤在这个闷热的小房间里 闻腐臭味 实在过一步去 他有些话想和大家说 第十届